立法會搞什麼搞到重案現場感 事不宜遲立即為大家送上這宅晚料 立法會經驗米田工梁繼昌說 我已經中了一招 將木委員會早上談政府減少處遇不力的問題 開開一下 主席我發覺這張桌子是有點污衛物 真的? 你可以去坐第二張吧 我已經中了一招 喂 屁股 喂 屁股 這個好笑 不是廚藝來的 主席 是分辨來的 主席 是嗎? 這麼多東西不玩 你不用想玩屁股的東西 你沒事吧? 坐一個位置是沒有東西的 創出大鞋 做一下之後可能位置的轉移 發覺是很臭的 再看看我的褲子和衣服 還有一些啡色的物體 因為味道很肯定是人類分強的 你這樣說是因為你懶惰受過高等教育 出入懶惰常流社會 是你的懶惰學識認為屎就是無聊和污衛的 我們有兩個管理委員會在這裡 我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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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留意一下 嘻嘻 秘書處立刻拿些樣本去發炎 只不過要過幾天才知道是否事 還地毯式檢查整個會議室 還看過去幾天的閉路電視片 都不覺得有可疑 但不要問我誰瘋 我不知道 梁繼昌說 立會保安好有問題 簡直跟放炸彈差不多 現在都還未知誰這麼大整股 秘書處就趕快用鐵鏈和鎖 鎖回好門 免得有人偷計進去 看到這裡 你和我都好想知道 究竟誰這麼大整股 還是天降黃金呢 留意下一隻動新聞 我們會為大家一一拆解 好 回到第二節的閉路學 專門給你 武拿 四海 彭佳佬 閉雞 這一節是有點歐歐的 為什麼呢 剛剛在較早的時候 梁繼昌 公共專業聯運 會計界公民組別的代表 上星期就說 真是糟糕 但不見不見的就不是事 對 報告出來了 對 報告出來了 不是事 是什麼 是那些木膠糞 碼頭牌 之類的 刺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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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刺膠都挺刺的 首先我們所準備的一切 今天我們很榮幸 本來就請了大辯國的國王 客家佬上來 就是破解這件事 我們已經在想到 為什麼呢 如果當它是史 現在一切都不用說了 如果當它是史 究竟是什麼人會這麼無聊 錄影 影片又看不到 又拍不到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自己去做事 還是怎樣 會啊 根據這樣 前前後加起來 但是現在 我都會覺得 有幾件事很神奇 第一 梁繼昌 他是功能組別議員 敏心那句 功能組別議員 真是含家產 近年 近年沒有人去 要取消功能組別 完全沒有人 要加進功能組別 要毀滅功能組別 但是功能組別 才是整個制度 如果你說首要危害 就是功能組別 害到香港今時今日就是這個 含家產的功能組別 是比特首梁振英的危害更深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香港的特首 吼你了 某程度也叫做 又不是總統制 但是真的很想大權 但是很多時候 立法會都可以制衡著它 這個立法會 現在 梁繼昌這件事 叫我們講不到 雖然我一會兒都會繞過去 還要抽到另外一個 襯家術水 我開始發覺很多襯家 吼你了 但是無所謂 正所謂什麼 四面樹敵 白行衛褲 吼你了 你還不想是吼你了 黃牌 吼你了 我不是黃牌 老實說 是無辱民的 是日筆弟子 吼你了 吼你了 黃毓民當日 說要加入蘭花系 我都 喂 死人 吼你了 吼你了 因為我要去游低做起 但是去游低做起 我沒有想理由 出來找我 吼他一進來 站在我的頭上 就不行了 我唯有排斥他走 好 吼你了 我們首先說梁繼昌 梁繼昌 先說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你們有沒有認知 是誰來讀出來的 那條死竅 死掉了那條陷阱 兩個 一個查世民 一個查梁庸 雙查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還有一個 這兩個都不是我打算 雙查方案 當日搞到金庸 其實你們寫小說 小說方面 仍然是很能順敗他的 還有金庸 你要記住 他的小說 其實很在意刻畫 那種自由自在 你看小湖江湖 破世俗 吼你怎麼知道 吼你了 吼你了 難道人真是老而不死 就視為差 最後竟然提出一個 吼你了 保守的方案 還有一條吼 那條羅德成 羅德成 構成功能組別 最吼你了 還要分組點 最吼你了 最吼你了 結果現在是死忍夠緊 即是說 政府提出的 現在很多我們的節目 叫我們吼得爽 真的要補一下冷知識 還有還有 如果要聽啤梨晚報的 就麻煩你給錢 不給錢我下個月 我就不做 吼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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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實話 現在只是這裏七百多 即是入check room 我們有數 現在自己不同以前 YouTube不算 吼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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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什麼 不要說給錢 一有什麼大行動 從來見不到任何人 像昨天的客家 拿你們出去 看來看去 又是認得 都認得了 吼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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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不只是社運界朋友的事 香港你們都有份 吼你了 吼你了 看不見到 十五歲的少女跳樓而亡 那個跟你無關無係的也好 你稍有些側隱之心 你也要為自己的下一代和成長的地方 給你有樓、有車、有旅行的地方 有些感情 應該有些付出 吼你了 整天在德國就吼你了 哎呀 是呀 死亂了 死亂了 就不要看我們節目 寧願回到CCTV 看那些 停車停風 吼你了 好 所以這個 功能組別 基本上就有原罪 做功能組別的議員 也是吼你了 才吼你了 而為什麽2010年民主黨進去通過這個 要加大一個功能 什麼 加大五個 加大五個 質量 什麼 超級區議員 質量變移到旁邊 結果最後呢 就把他們那幾票的力都廢了 因為是分早點票 是 跟你們補少少貨 政府提出的方案呢 兩邊不需要 加起來70個議員 減一個 減一個 主席 即69個議員 只有69個議員 那70個議員 即35票以上就通過了 現在建制派所謂有多少票 40多 40多 40多票 今天兩邊側面 民主黨在這裡 大老前 待會再說 不要這樣激 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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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要通過任何方案 他們都通過到的 好了 但如果議員提出的方案 那怎樣 就要分組點票 什麼叫分組點票 即是說 功能組別 要超過一倍 即是譬如說 30多人就是18個 這邊 又是35人 又是18個 先不要說 功能組別大部分的建制派 就算在這邊 都未必過到 都未必過到 OK 就算你過到這邊 那邊永遠過不到 於是這個制度 隱藏了什麼呢 就隱藏了很多人 可以啟著來反對 但實質支持 例如民主黨 那些含家產 看到形勢這樣 吓死了 招呼反對 誰知道 但也是投書 因為人家多人 於是走出來 那就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吓死了 吓死了我們幾十年 現在還想來這套 結果一會兒我們會說 劉慧卿出醜 四方黑 你真是來的 吓死了 我真是遺憾 2013年6月5日 在女人街 吓死了 在東裁街 民主黨搞過不知什麼 吓死了座談會 那些人會說 但當時他們在說不知什麼 都是說正面的事情 五居公投 算了 好像五居公投 七人之心 依山而見 吓死了 背山麵海 是不是 遠處就見到一對年輕男女 打Callon 喂 你竟然吓死了 走去兜口兜面 吓死劉慧卿老母 我也覺得你好像Hero 好有型 是啊 你們無理非非 得好過上去 吓死了老母 吓得好 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一節 吓死了 吓死了絕對是八甲島的死亡 好了 好了 先不要說那些事 所以 叫做功能組別 是眾志是 所以一定要消滅功能組別 所以現在有人說 現在政界有些流傳 就是說 其實像上次投票 28對8那天 其實是那些議員玩東西的 就是專門 為什麼呢 如果通過了政改方案的話 根據你上次人大釋法之後 只要你2017年有特首選舉 2020年 2021 2021 就是下載下個立法會 就會全面直選 立法會 立法會 而全面直選立法會 為什麼中共會給你呢 第一 他覺得民建聯 事實上都可以拿到四五成的 建制派 不要說民建聯 第二 就是特首是他們自己人 你非得好嗎 是嗎 那你屌你了 但是 喂 老實說 如果全面直選議員 你有沒有建制派的 有多少人都值得入 大家都搞清楚 包括梁繼昌 你很有型 你連市 你都不肯識分 哈哈哈哈 你1962年出生 我們現在先收拾一下 你搞想到我們想 你本來做想錯這些事情 沒有人所為的梁繼昌 你作為建制派議員 公民組別議員 都不是問題 但是你 上個星期六 說這番說話 搞想到這些人 就不停PM我們 又說 我給你哥 你才知道那裡真的有屎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為了去死 真的有人丟屎 第一 就排在我們頭 第二 我們真的要找客家佬 天天找大便國國王 天天在那裡 這件事 喂 屌你老母是怎樣的啊 屌你老母究竟 我又去大便國全國大會 怎麼會出來啊 真的想到今天 終於讓我們 面面上去想到一個答案 你竟然跟我們說 那個是木架 屌你老母 發了這麼多人力物 屌你老母 我們花了多少錢 想到我們屌你老母 晚上吃糖不甩 三十八塊一碗屌你老母 六顆糖不甩 三十八塊 屌你老母 然後你說我們是木架 真是膠 你梁繼昌 你木架 屌你都不懂分 屌你老母 要不要我馬上拔給你看 什麼叫屌你老母 拔在我的鼻子裡 你這屌叫屌 我真的被你氣死 哪一屌都有可能這樣 屌你老母 好 梁繼昌的時間差不多 五分鐘 我們可能是騙都出州的 梁繼昌很多人搞錯了 他有一個跟他差不多的名字 最近在政界也算是有風途出 那個叫楊繼昌 楊繼昌 就是當日我最尊敬的 民進黨 不是 不是 香港民進黨 是我當日最尊敬的 蕭先生 說要逆送十七種羽民 搞十九才子的時候 在隔壁庫 被我說是梁博那個 原來他這麼有大字 看不到人仔細細 而且他跟我伸出友誼之手 他又加我做朋友 不過我刪除了 因為第一他不是女 第二他跟我的共同朋友太多 但我看清楚 楊繼昌也是這樣 那我無謂 是不是 我們不要四面說 就是八面威風 好了 原來當日梁繼昌 他經常被人誤會 他被德文誤會大公報 楊繼昌 不是 現在說梁繼昌 被人誤會 他是一個讚寫 在2013年的時候 讚寫一篇 批評佔中混亂 沒有用的文章的人 這個就是 為什麼呢 梁繼昌除了今次玩市 即是不懂分市 之外 根本沒有人認識他 原來那篇文章 並不是梁繼昌寫的 是楊繼昌先生寫的 是2013年 讚文 屌策 屌策 占領 是不合理 是在邏輯混亂 而結果 即是現在由梁繼昌 講到楊繼昌 在兩年之後 2013年之後 現在2015年 楊繼昌先生很偉大 他 說要承立一個 叫做香港民進黨 要道政本土 將散下運動 西非利 而他不是說 去邏輯混亂的嗎 那時候 是要散下 等一下 你2013年 他應該還是幫助 老蕭那邊 沒有幫助 老蕭是幫你幾集的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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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只是想說 原來楊繼昌這麼偉大 2013年和2015年 現在又成了 某民進黨 我也很想加入 OK 我們由一邊 一堆市 的答案 下一節回來 跟著四節真的很清楚 我告訴你 今晚你千萬不要走開 好 那也是說